2021赛季足鞋杯决赛没有意外 山东泰山笑到了最后 以1比0惊险决杀上海海港 这让上岗球迷在赛前自信满满的扬眼落空 这场足鞋杯决赛的赛前 网易体育采访了几名在体育场外的上岗球迷上图 被要求预测比赛比分时 几名上岗球迷纷纷预测本队获胜 刚开始 戴帽子的男球迷喊出2比1 但这一预测遭到另一男球迷的驳斥 什么2比1啊 我估计至少是3比0以上 旁边的女球迷稍微有点保守的表示4比1或4比2 接着 这位预测上岗将大胜的男球迷说出她的理由 她自信满满的说道 我们有严峻林在 没问题的 上岗球迷看好严峻林 然而 不巧的是 严峻林恰恰就是上岗的问题所在 比赛中 正是严峻林的一次解为失误 导致了球队的丢球 这个丢球 严峻林的责任不小 12强赛以来 他的状态和表现都很一般 这也可能成为国足更换主力门将的一个契机 最终 正是凭借这个进球 山东泰山击败上海海港 捧起了足鞋杯冠军奖杯 这些上岗球迷太自信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预测海港队将大胜山东泰山 从本赛季双方在中超两次交锋来看 山东泰山一胜一平保持不败 况且海港队外援保利尼奥缺阵 仅以二外援出战的海港队 根本就没有三球大胜对手的硬实力 这场决战 除了球队在球场上的较量 双方球迷在场外也有不同程度的较劲 海港队比山东泰山晚一天抵达成都 不少球迷早就守候在机场 拉着上岗物流的横幅热情街机 比赛当天 双方球迷分别站在体育场外的马路两边 加到欢迎球队大巴的到来 山东泰山球迷站在人行道这一边 上岗球迷站在另一边上图 形成了大PK的姿态 谁的球迷更多 先看山东泰山这边 一眼望去就知道这球迷人数不少下图 反观上岗呢 球迷人数稀稀拉拉下图 也就十人左右 街机时的几张横幅 又拉到了助威现场 按理说 上海离成都比山东更近 海港球迷应该也有不少远征 前来助威才对的 即便没有上海的上岗球迷远征 难道成都当地就没有上岗球迷 再怎么不计 也不至于如此少的上岗球迷啊 看到双方球迷人数的对比 山东泰山跟队记者 扭眼看球对此进行了调侃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他写道 足鞋杯决赛外的泰山队和海港队球迷 海港那边还有广告支持 坏笑 海港球迷还有广告支持 令人羡慕不已 记者所谓的广告支持 应该指的是上岗物流这条横幅 从街机球队开始 这条横幅也跟着这些上岗球迷 来到了比赛场外 继续为上岗加油助威 文章刚开头被采访的几位上岗球迷 应该就是来自其中 赛前 海港球员王申超曾表示希望球队 夺取足鞋杯冠军 从而实现球队大满贯的愿望 但事与愿违 上岗又一个赛季颗粒无收